在电巨人的结局中,所有角色全军覆没,唯独就只剩下了剧名的男主,无论是女主还是女二男二,在第一季的结尾中全部生死,而其中最让大家惋惜的一个可能就是早川秋了,因为他是所有角色中死的最惨的一个,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位早川秋,跟着小妹一起,我们发车。 早川秋在小的时候同父母和弟弟一直生活在一起,只不过因为弟弟体弱多病,愿意将所有的爱都分给了弟弟,导致早川秋小时候只能自己一个人玩耍,而在一次大雪过后早川秋想让父母出门一同玩耍,但父母却想在家中照顾弟弟,导致秋在只能够自己独自出门,而他的弟弟却十分喜爱着哥哥,愿意一同跟着出了去,秋也就逐渐对弟弟产生了些好感,只不过好景不长,秋为了让弟弟去拿手套让他先行回家,却没想到笑一秒, 他们的家整个被枪支恶魔轰掉了,一家四口人就只活下了秋一个,而秋也因此想要给家人复仇,便独自抢往了中湖部门之中,受到了马其马的教导和支配,在马其马的帮助下,秋跟狐狸恶魔签订了契约,通过支付自身身体为代价,召唤狐狸的身体部位来进攻对手,让秋成为了一个和和的恶魔猎人,同样马其马也将含有诅咒恶魔之力的刀给了他,让秋作为武器来使用,这把刀在被秋使用的时候就会自动的进行暴数,一旦暴数, 秋报到零的时候,诅咒恶魔便会现身将秋杀死,交代完他这一切后,马其马就将秋引荐给了基野,让秋成为了基野的第六个搭档,而当时基野正在给自己第五个搭档祭奠,就这样秋开始了自己作为恶魔猎人的正式生活。 在找春秋和基野搭档的时候,基野也跟他立下了约定,那就是让秋不要死亡,为此还交付着他抽烟,不过当时秋还没有成年,所以帮秋保存了第一支烟,之后让人在搭档的过程中,逐渐地将秋培养成了一个烟灰, 还经常劝说秋跟自己一同从部门中辞职,然后去当民间恶魔猎人,不过秋为了寻找枪支恶魔并没有同意, 两人一同合作的时候,基野还帮助秋偷偷打过耳洞,甚至偷偷剪掉了秋的辫子,两人也就这样度过了很长的一段开心时光, 同样秋对于基野这个前辈也有着不错的感情,那和在特异斯科遭受刺杀的时候,基野对战泽杜希不敌, 献上了自己的性命,还是被泽杜希推逝而死,导致秋也失去了这个搭档,从电机的口中得知特异斯科技不全灭后, 同样也回忆起了和基野当初的经历,也曾想过要辞职去做民间恶魔猎人, 但被马吉马带来的天童等人面谈后,秋还是选择了签订更强大的恶魔, 然后继续做恶魔猎人给基野付投,就这样在天童的引导下,秋签订了未来恶魔, 其代价就是让未来恶魔见证秋最惨的死相, 在雷赛事件结束后,秋从天使恶魔的口中听到了电剧恶魔在地狱中的传说, 然后接受了马吉马的邀请,将往江之岛中度假, 不过因为电剧恶魔影像的流出导致了旅行的延期, 之后接到马吉马的指令跟天使恶魔等人担任起了电刺的户外工作, 同圣灯老人的一战中,秋同样是被传送到了地狱里面, 并且跟暗制恶魔进行了战斗, 在这一次的战斗中,秋失去了一条手臂也没有伤到暗制恶魔分毫, 在从地狱中出来后,为了电刺和帕瓦两人拒绝参与枪吃恶魔讨伐战, 不过因为马吉马的支配,他还是参与了, 这也就导致了秋进一步被马吉马当作利用的工具。 在讨伐枪吃恶魔之前,秋跟随电刺和帕瓦两人一同回到了故乡扫墓, 在旅途之中看到两人互相吵闹,心情逐渐平安了起来, 回去之后秋便找到了天使恶魔,同他交代了自己的后世, 天使恶魔也在听到秋的需求后打算帮助秋, 便跟他一同去见马吉马,但两人都被马吉马支配由马吉马带领, 去讨伐枪吃恶魔,在这一场讨伐战中秋的能力一直被马吉马支配, 但最终未能够成功杀掉枪吃恶魔,反而被枪吃恶魔附身, 在附身后秋的意识中只认为自己是在打雪仗, 被枪吃恶魔操纵着去找电刺夺取电锯恶魔的心脏, 在秋看到电刺哭泣的时候却不忍心, 只不过被附身之后的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, 和电刺的一战中最后也被电刺所击杀, 所以说早川秋的死是最惨的死法了, 他先是被自己最为信任的马吉马背叛, 然后被最大的仇人枪吃恶魔附身去攻击自己最亲的电刺和帕娃, 并且犯下了自己最为痛恨的罪行, 那就是像枪吃恶魔夺走自己家人一样去随意的杀人, 最后死在了自己最亲的家人电刺手上, 附着在早川秋身上的未来恶魔也如愿以偿的看到了他最惨的死法, 秋作为一个人类在战利上并不是很出色, 生活上更是十分的凄惨, 在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也许是最为无助的, 因为他没有亲手杀掉枪吃恶魔, 但同样他也解脱了出来, 至少不会继续犯下罪行, 谁让他本身就是一个善良的男孩呢?